有一个人晚上梦见了菩萨 菩萨告诉他说 有大事就要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会有机会得到很多的财富 你会在社会上得到卓越的地位 并且娶到一个漂亮的妻子 这个人很高兴 他终其余生都在等待的这个承诺 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个人穷困地度过了他的一生 就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又梦见了菩萨 他对菩萨说 菩萨你说过要给我财富 和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漂亮的妻子 我等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得到 菩萨回答说 我只承诺过要给你机会 可是你却让这些机会 从你身边溜走了 这个人迷惑了 菩萨说 我给你机会 让你曾经想到一个很好的计划 可是你没有去做 因为你怕失败 而不敢去尝试 菩萨继续说 这个计划几年后 菩萨给了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一点都没有害怕的去做了 他就是后来成为全国最有钱人之一的那个人 有一次发生了大地震 城里大半的房子都毁了 好几千人被困在倒塌的房子里 你有机会去帮助和营救那些存活的人 可是你怕污染感染 你又怕小偷去偷你家的东西 你以这个作为借口 故意不帮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 这个人惭愧的点点头 菩萨说 那是你去营救几百人的好机会 这样可以使你在整个地区 得到大家的尊重和荣誉 还有 有一个头发乌黑的漂亮女子 她曾经非常喜欢你 你也非常被她的善良吸引 可是你想 她不可能会嫁给你的 所以她也不会跟你结婚 你因为害怕拒绝 她就从你身旁溜走了 这个人点点头 这次她流下了眼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每天身边都围绕着 有很多的机会 包括成功和学佛的机会 可是我们经常像故事里的那个人一样 总以为菩萨没有保佑我们 结果幸福就溜走了 佛法让我们懂得信愿行 相信菩萨后要有愿力 有愿力就会要有行动 把握你难得的佛缘 改变你的一生 这就是开悟 这就是觉悟啊 其实菩萨一直在关心和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避开很多的灾难 就在去年10月22号一大早 在泰国的成玉府 有一辆私家车 突然猛撞向路边的一家快餐店 正在准备饭菜的32岁的老板娘被当场撞死 并且还被车死死的压在了下面 死者的老公哭着说 昨晚半夜 我的妻子她做噩梦大哭 惊醒后 她说梦中有人把她打死了 但没想到一早起来 她就这么走了 人生有很多来自博性的灵感 心理学上讲叫心理暗示 学博念经后 你会感觉今天可能我不大顺利 或者我们夫妻不能再吵了 否则会吵出事情出来 这些都是来自于第六意识和第七意识的摩纳事 他会提醒你 菩萨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 而我们看不见 菩萨也会在梦中提醒我们 而我们没有在意 所以要好好地学佛 菩萨就在你的身边 希望大家好好的修心 让自己的心神安定 你就不会看什么都不顺眼 佛法教导我们看什么都顺眼 就是你拥有了慈悲心啊 懂人生 万事要留几分空间 不过分才叫中道 我们做欧洲要放三分米七分水 处事要三分为自己七分为别人 对朋友要三分认真七分是宽容啊 对家庭三分要爱七分是责任 对烦恼是三分要解决七分要看开 喝茶要喝到三分香七分品尝 三分和七分 这是人生的智慧 学佛人要懂得的是人生是书 读的那可是整个的世界啊 我们吸的是茶 品尝的却是生活的磨难 学的是佛 化解的却是你的烦恼 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 过一战就算一战 请我们学佛人珍惜每一战 你才会拥有这美好的人生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